好 各位朋友欢迎光临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小叔 前几天的一个视频里边就讲到了 我的家人住院这个事情 现在呢我想再跟大家说一下 就说我的家人成员是在 今年9月份查出有一个恶性肿瘤 急需住院 后来有一个YouTube的好新观众呢 他是一个美国的医学博士 然后帮我联系了一家医院 然后经过了大约等待是三周左右吧 一直没有信息 所以我就比较的着急 我就说是不是得要给一个红包才能住进去 好在就是这个视频发了没多久 然后我们家人就住进去了 说起这个红包呢 其实当时我也问过很多的人 他们说有的就是说手术必须要给红包 有的也说住院之前不用给等等 其实中国是一个讲究情理法的国家 就是人情是放在最前面的 所以你会发现可能很多情况下 是要走这个人情关系 而不能完全是靠这个 完全靠这个制度 所以很多人都在送礼的同时 你如果不送的话 那他可能就不重视你 而且当时我住院之前问过几次 住院部的主任 他们的态度都非常的不好 所以让我很着急 因为那个大家也都知道北京的医疗的资源 非常的紧张 所以引起了我一些猜测 好在就是住进去以后呢 立刻进行了手术 在手术台外呢 我和其他的一些好友啊 亲戚啊在交集的等待 这个时候呢 我就顿时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 同时呢也能也在思考说 那我们以后老了 谁来为我们签这个字呢 对吧 如果我们没有 现在没有后代 没有亲戚 没有一个BF 没有一个亲人的话 当时也想了很多 考虑了很久 这个事情 好在这个手术进行的 还是比较成功的吧 前的状况就是 把这个恶性肿瘤摘除 没有扩散 没有转移 但是有一点就是 它这个瘤子比较大 所以可能今后还需要进行 基因检测和化疗 基因检测特别贵 大约就是要小一万块钱 好贵啊 对 而且是全自费的 整个手术花下来 就是切除手术 切除这个手术花下来 是花了有两万多块钱 其中我一看 里边基本上都是自费的 一万八九全是自费的 只有一千块钱是可以报销的 它主要花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纱布 还有那种丝袜 它就是有一个防血栓的丝袜 必须要穿的 那个比较贵 这两个加起来可能就有好几千 都是自费的 纯自费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 当然好在这个医院还好 就是说你想给它红包 都没有这个机会 而且人家医生 基本上也不会当面去收 基因检测的报告 现在已经拿到了 然后它这里边确实有一个突变 所以大致的查了一下在互联网上 应该是有这个靶箱药物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而且这个检测报告看起来好正规 这个就是说你花钱的话 自费花小一万块钱 是可以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的 我觉得有时候 人得需要利弊权衡 如果你不想花这个先期的这些钱的话 你后期服药啊 这些东西都是问题 对不对 靶箱药物现在有几种 但是我不知道价格是多少 我查过以前好像最贵的药 五万块钱一个月 它是买四挣八 也就是说花20万可以得到一年的药物 那普通的家庭也很难承受 但是这是最后一线希望吗 好了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我们的正题 然后跟我一起看过来吧 走 If I take you down Would you really hold me down I'd be your best friend She just wanna hit me With a quickie bottom goal And I'm like yes ma'am When you got me feining for your body You might turn me to a yes ma'am Oh yeah 80 and I'm 40 I'm a nervous bitch I'm flyer than your ex ma'am We ain't gotta go outside 2-step in the rain and wake up by my side Don't care what you can see Oh, you're just my time Oh, yeah, she know the deal like an old script You ain't the first to ready to sell that shit She ain't pay with the roof gone I think I got together 冷不冷啊今天 冷啊 多少度啊 零下八九度左右吧 八九度呢 对啊 刚刚做什么呢 嗯 办卡去了 办卡去了 跑商场 嗯 那边有个永辉超市嘛 嗯 那行今天任务完了 那咱们就在这待会呗 行吧 嗯 一会吃个饭去 这是什么地方 欢乐谷 后面是欢乐谷 对啊 现在的欢乐谷都停了 我都没玩过欢乐谷 明年我们去 明年我们去 对 你现在干嘛呢 嗯 上班啊 上班 上什么 找的什么班 信用卡呀 我刚才给你看这个 就是 干嘛的呀 你办信用卡了吗 我去 这么复杂啊 可麻烦这信号还不好 嗯 这信号还不好 这个软件信号不好 怎么办呀 这信用卡 只要是提供什么呀 身份证 身份证 单位就行 是吧 身份证单位 但是我现在办必须得上单位办 得拍那个 之后那个 现在好干嘛呀 你有名额限制吗 没有 就一天不必须要拉多少客户呢 我现在没有 因为我也刚来嘛 嗯 他们那周末 周末这三天 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要办 办 办12个 嗯 三天12个 一天4个呗 对啊 然后呢 就放到这里 放这里边 然后把这个蓝牙开张绿色的 然后点这个读取 然后他就能读出来 读不出来 就是我现在信号不太好 这个机器 是吧 然后读出来我是哪呢 哈哈哈哈 是跟公安联网的吧 这个 对啊 不是你跟公安联网 我没有犯罪前科啊 那我们查不出来 哈哈哈哈 你这么快就谈谈朋友了是吗 那当然了 嗯 有什么秘诀没有 赶紧介绍 没有 你看这个 为什么我谈的朋友都那么 那个短 短暂的 其实没有什么蜜蜜 就看你自己吧 他们可能有的人都说 其实我找对象 我不想找北京 你不想找北京呢 因为说实话 在北京就是当地的人 随便拉出来一个人 都都都挺有钱的 对吧 不是啊 我就打个笔 大概的 家里都就是 不会像打工的那样 就是说没有什么钱 然后我就不喜欢找北京 因为找北京的话 就会有好多人 哎 你看这个人又说句不好听的话 说他卖屁股 又什么样 就非要找个有钱的对象 啊 对 就跟我以前认识那个朋友也是 所以说他就是可能 他觉得找一个北京人 可能别人会对他有 有意 有想法 比如说他好像就是为了 为了钱 钱 但实际上 可能北京人前几代不都是北京的呀 是不是 对啊 但是说得说就 我就不想找北京的 你说这成都这个小哥有多好 成都的小哥 我们俩认识 我们俩双十一那天认识 然后呢 然后就是那天真的是特别逗 就我在直播 然后我打游戏呢 然后他就来了 我就随便说了一句 我说小哥哥你不给我刷点礼物 然后他就给我刷了一百块钱 买了礼物 然后我就感觉不好意思 他说你出来吗 跟他溜达溜达 我就说那就溜达溜达去呗 然后我请他吃个饭 我就感觉你说人家 瓶水相同也不认识 请你吃饭 不是给你刷点礼物 我就当还他了 请他吃饭了 然后还特地的为了你而来北京了 是吧 对呀 就认识了 其实到现在他一个月都不到的 他给我买 昨天前天给我买了一个电视水壶 我这个还行 我觉得就就不是特别败钱 那毕竟他看我感冒了嘛 他是去泰国玩的时候 给我带着香水什么的 花了多少钱 几百块钱吧 我也不懂迪奥的香水 对呀 几百块钱 就等于他工资的 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 都给你 十分之一都给你花了 花这个钱 而且还特地的来看你 你说他喜欢你吗 肯定是非常喜欢 对呀 对呀 我感觉他对我特别好 因为他现在赚的也不多嘛 然后我就不想让他花太多钱 异地恋可以吗 他马上就来北京了 哦 最多还有两个多月吧 你说我我还能不等他呀 真好 元旦飞机票都买好了 特地为你而来 对呀 嗯 哦 就这样 我感觉就是 真正在一起住几天 你就能感觉成你们合适不合适的 有可能远的话 现在看不出来 就觉得可能是理想状态下的那种 对吧 其实我已经跟他 有一天晚上我跟他聊了好久啊 粗其贪心 对啊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来北京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你要是为了我的话 我说咱俩就分手吧 我不想因为我把你自己前途都给毁了 毕竟你现在在老家在成都你还有工作啊 也有也有房子 嗯 我说你来北京的话你要重新找我们做 还有租房子啊 还有什么样的 他说没关系啊 我就当去北京那个就是意思就是说 多年多年啊 见见外面的就是就是就是 见见成都以外的世界 我天呐 简直就对你那么痴情 但是我说 为了你改变一个城市的生活 然后我还跟他说了 我说如果有一天你说现在还行 你感觉咱们俩感觉特别好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来了 你发现我身上毛病特别多 嗯 然后你又不想跟我在一起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会怎么样 嗯 然后他说我他告诉我意思他可能会 就是说会留在北京 因为他已经来北京很长时间了 嗯 然后我就换了一个方法问他 我说如果到现在我们俩都不认识 嗯 你会想着来北京看看成都以外的生活吗 会吗 他说不会 哦 那好吧 还是为你而来呗 别人我不知道 像我们东北这边的 大概都会 因为他这个语言是有差异的 像上海说那种上海话呀 或者深圳那边的广东话呀 就我是听不懂的 因为我是做销售嘛 然后如果我当初是想好了 就北京上海深圳我去哪个城市都可以 为什么最后来北京 因为做销售如果说你说 语言差异太大的话 其实对我是不好的 对 但是你可以去海口那个海南三亚 太热了 对啊太热了 那边东北人也多 现在哪东北人都多 你知道吧 除了东北 哈哈哈哈 东北年轻人都没有了 对对对对 他们去我们东北吧 我们东北好 东北好 晚上都能看到星星 冬天太冷了 哈哈哈 习惯习惯就好 就是你看啊 夏天太短了 哈哈哈 就 其实像我们东北在在东北带时间长了 就像我我们我老家现在已经零下20度了 哦 现在北京还零下八九度左右 对就我到现在现在这个程度我都不用穿 不用像就是啊 想着都冷想着都只打哆嗦 哈哈哈 其实没有那么冷了 但是你如果在那边就是就是像土生土长的我们那边那边的话就 其实就习惯了 是吧 对 我这那天晚上就是嗯 在那个海上嗯 小哥咱俩就看到星星了 然后他说边看星边数星星是吗 没有 他说一晚上数了多少哥 哈哈哈 那倒没有 哈哈哈 对啊 就像我当初当兵的时候就像我们胡椒岛 一年就刮两针锋 对 一次六个月一次刮半年 哈哈哈 夏天的时候特别难受 就是一阵风那热风都吹脸比你开空调对着你吹都难受 多好 好 我喜欢夏天 一到冬天你就就像你穿这些你在外面站岗 两三分钟你就身上都透透的 哦 就感觉没穿衣服是那种感觉就特别冷 还不能动 但是我们当初好在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吧因为热他也没有办法 啊 就是他会杠就正常比如说一个杠两个小时啊 那冬天的时候他杠可能就短了比如说一个小时啊 或者什么 对 啊 这个是一个羊的那个 是吧 我男生 我 我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 哦 我 I'm a fanning for your body You might turn me to a yes man Oh yeah 80 and I'm 40 I'm a nervous Bits I'm flyer than your ex man why you act so extra Let me in your section Runnin' through my mind We got a connection Back home ain't the same Your pops drinkin' all the time You just wanna get away Don't hop up in my ride Two goofies on the run Couple 40's in the backseat Spirits in my lungs 然后我就问一下 你这个就是行婚群 到底行婚了以后 他找拉拉你是真结婚 还是假结婚 他是真领证 还是假领证 有的真领证 有的假领证 真领证的话 就是说他需要要孩子 一般领证的话 都是为了孩子 因为孩子伤苦口 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不领证的话 就是那种不要孩子 对付家人家长 对对对对 说白了就是对付家长的 大约比例是多少 这个就是领证还是不领证的多 我觉得还是不领证 我得以我自己观察 还是不领证的多 没有 其实我感觉 因为我在这个区里 其实大概有好多 就有没有一年 我也没记得 但是说领证的 其实会比不领证的多 因为毕竟他们都想要孩子 就好多人都是说想说 我现在还可以20 二十六七二十七八了 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但是将来 岁数大的之后 总希望有个人陪 而且就像南方也好 就是说我希望自己有一个笨头 我奋斗的到底是为什么 那你能充分信任对方吗 就是这种不一定 像我们这里边 比如说婚前协议什么的 其实都是看你自己能想到哪 就签到哪 然后由谁公证一下 还是怎么着 拿律师 这个都可以 就没人会管 就是说如果你想做到天衣无缝的话 你找到律师公证 或者怎么样 这个都可以了 其实这 我这罗也不太懂 找起来容易吗 那么多人呢 大约男的多 女的少 对男的都男的 男的特别多 男的就是说像我们大老前华 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脸皮比较厚嘛 那你的意思就是gay比拉拉要多 就是gay比拉拉要多 也不是说gay比拉拉要多 只是说脸皮厚的gay 比脸皮厚的拉拉要多 因为有好多拉拉就是说 哎呀就我喜欢女孩有点不好意思 哎呀我自己这一辈子 就自己就算了吧 我也就不去找别人 或者怎么样 就可能自己这一辈子 就是自己了 对 就 他比较少 哥你知道吧 我现在在 在学里 可能我带这么大人 有两个人 他是主动来聊我的 想跟我我行婚 然后就各方面聊的都还差不多了 你他妈还要行婚 你不已经都出柜了吗 我喜欢孩子 那我问你 那你的孩子 就是说你跟这个所谓行婚的这个女人 你们两个有了孩子之后 你想要孩子 你会付出什么 我什么都可以付出 除了我对女方的爱 我都可以付出 除了你对女方的爱 对啊 女方的关系要一百万你也可得付出 我有就可以啊 只要是为了孩子什么都可以 但不是为了孩子的话什么都不用他 我只是喜欢孩子 但我不喜欢女孩 在影片的末尾呢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尤其是像现在北京还有北方 以及到南方的雾霾都非常的严重 可能是入冬了吧 很多人还使用这种传统的烧煤的方式 所以呢 空气当中的可吸入颗粒物啊 PM2.5非常的多 如果不刮风的话 每天就是这种雾蒙蒙的天气 特别让人窒息 也因此呢 很多的人都患有呼吸系统的疾病啊 以及各种的问题 也许你可能身在海不海 没有这种感受 但是你总有亲人啊 关心的人 他才是在国内 呼吸着这种污浊的空气 所以我希望都能够提醒一下 或者是关注一下吧 定期的作业体检 其实如果这种恶性主流 是在早期可以发现的话 还是可以避免 最后悲剧的发生 另外可能有的人会觉得 我是不是喜欢冰小弟 这么说吧 他的年龄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为什么 前一段视频我已经展现过 我受过伤害 对一个跟我年龄差距比较大的人 我是不会考虑的 另外他已经有朋友了 我是一个理性的人 我应该从每一段失败当中 总结出经验教训 因此我可能不会在 在同样的地方再跟头 这就是我想说的内容 好了 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能够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点赞分享和转发 朋友们 我是小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